台湾口罩运抵荷兰 不过这张照片超华超乱 不仅有台湾土样跟国旗 还有China Airline华航字样 连欧洲人都误认China是不是中国送的 有网友发起联署呼吁华航应该改名 联署网一直到周一下午 就已经超过4万3千多名网友 上网联署呼吁华航证明 希望中华航空改为台湾航空 航空公司的改名 交通部也是持开放的态度 说要进一步共识 不过从华航股权分析 航发会国发基金中华电信以及劳退基金 政府持有超过49%的股份 是最大股东 有绝对主导权 经由董事会同意提报民航局 公司本身就能修改名称 问题不是自己人 而是国际航权 不是说改名就改名 从中华航空公司改成台湾航空公司以后 你所有的既有的航权 全部要重新 就要洗牌 不是所谓的红眼般 三金半叶的那种航段的话 要全部取消 不可能说我从中华航空公司 改成台湾航空公司 就继承它所有的航线 改名牵涉航权 航线知识体大 过去2006年 华航也曾经想变通 改基深涂装为台湾 touch your heart 却被要求注销 到最后没出场 只能在模型上看到 因为China Airline跟台湾 不管是并排 还是分别在机体两边 China Airline字体 一定要比台湾的字体大 或者两边一样大 因为民航法规严格规定 不能造成视觉辨识混淆 想要华航改名 学问千百种 每个细节做到最小变动 还得符合国际民航法规 政府与华航不得不谨慎 三立新闻 攀电话 陈亚豪 台北超道